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孩子来说呢 他们需要依靠大人告诉他的事实来建构自己内在的世界 也因此 这个儿童心理学的报告还提到 养父母该在什么时候让孩子知道他们被收养的身世呢 研究者建议是在三岁以前就可以 而且讲这实话的时候 要表现出对孩子的生生父母有正面的情感 因为没有孩子的生父与生母就没有这个孩子 而是生父与生母给了这孩子生命 养父母才有机会能爱这个孩子 大人要言行一致和实话实说 不然这个被领养的孩子将来若是从周围人的口里 邻居的表情或是长大后去学校猜测出事情的真相 那反而会更加痛苦 他对这个世界会充满了被欺骗和被丢弃的愤怒 那还不如由养父母主动来告诉孩子 带着对孩子的爱以开放的态度来谈 不要让这件事情成为孩子的枷锁 诗篇85篇第10节也说 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 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 爱心中的诚实 这才带来真正的安慰和释放 对于孩子是这样 对于大人不也是一样吗